习近平G20放话 中国要办国际论坛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30号的时候 以视讯的方式出席了G20领袖峰会时表示 中国昌已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此外中国高度的重视数位经济国际合作 决定申请加入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习近平在致辞当中除了谈全球抗疫合作 也提到了经济发展相关的议题 他说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 他表示中国昌已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欢迎20国集团的成员和相关的国际组织积极参与 另外习近平在谈到创新的时候 他认为G20应该合力的挖掘创新增长潜力 在充分参与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制定规则 他表示人为搞小圈子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 只会制造隔阂增加障碍 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意 习近平表示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 他说G20要帮助发展中的国家消除数位鸿沟 中国高度的重视数位经济国际合作 已经决定申请加入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运和各方合力推动数位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而在节能减排方面 习近平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在减排问题上做出表率 充分的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关切 落实气候融资承诺 并且在技术能力建设等些方面 为发展中的国家提供支援 他说这是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第26次地约方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 另外他也重申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一些制度型的开放 不断的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继续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报道指出G20领袖峰会在10月30号和31号的时候 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街幕 中国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代表习近平现场与会 习近平则以视讯的方式在第一阶段的会议当中发表讲话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极端清零 一日截停了两列高铁列车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的报道指出 从上海开往北京南站的高14高铁列车 10月28号的时候 因为一名乘务员被判定为 新冠肺炎确诊者的密切接触人士 北京铁路局要求列车立即中断行程 停靠在了济南西站 不开门并且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了管控 密切接触者和多达211名的次密切接触人员 一共212名人员全部集中隔离 另外其类似的事件则是由浙江的嘉兴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 也因为被通报了一名密切接触人士 在河南的苍州西站被截停 全车134人被强制隔离 也就是一人密接全员隔离 报道指出 中国最新一波的源自陕西 内蒙古 宁夏等西北地区的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确诊的病例突破了300例 扩展到了中国全国至少15个省份和25个城市 10月19号开始蔓延到了北京 累计至少29人确诊 因为中共的19届六中全会将在10月8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 而北京在2022年的2月4号将举办冬季奥运会 目前距离开幕式不到100天的时间 都使得北京的官方极度的警戒病毒的入侵 持续的升高了极端的清零措施 除了封楼封区封村封路等 12月18号的时候则是连封了两列高铁列车 报道指出 北京的严格防疫政策还包括了婚事缓办 丧事减办 宴请不办 拒绝在过去14天之内 到访有新冠确诊病例出现的县级地区的人员入境 即使是北京居民也不例外 当局还要求药店停售咳嗽以及退烧药 防止患者自行的买药缓解症状 诊所不得接诊有发烧腹泻等些症状的患者 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延后 并且关闭部分区域的游乐园 棋牌室还有麻将馆 10月30号的时候 北京的环球影城进入了应急防疫状态 并且传出发现了新冠肺炎的密切接触人士 展开了全员核酸检测 报道指出 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 真实的感染人数可能远超过官方的数字 因为疫情防控不理想 尤其是院内防控出问题 北京八家医疗机构 以及包括昌平区 顺义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一共五个区域的政府领导遭到了约谈 好 再来看一下陈丰家族被整惨 香港豪宅遭变卖还债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海航的董事长陈丰家族被整得超惨 不仅14.98%的股权全数清零 陈丰名下的香港豪宅也被接管人以七折的价格卖出 连陈丰的侄子陈超投资的香港豪宅近日也遭到了债权人的接管 陈丰家族一毛钱也拿不回 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披露 中国海航集团充斥着裙带关系 习近平为了将海航清洗干净 趁着破产重组过程一举扫荡 董事长陈丰股权清零还深陷淋雨 原任海航集团总裁陈丰的儿子陈小枫也被免职 集团的首席投资长陈丰的侄子陈超同样打包走人 除了将陈丰家族赶出海航之外 陈丰名下的房产也被变卖还债 他位于香港半山豪宅遭接管人招标出售 最终以3.1亿港元的价格卖出 比2015年的购入价低了28% 至于陈超投资的香港豪宅于10月15号的时候 则被债权人接管 这栋豪宅在2015年由领跑香港投资 以5.06亿港元的价格买下 而香港领跑的董事为陈超 以及海航实业的前行政总裁李能等人 两个人目前都已经辞去了董事的职务 外界预期这栋豪宅将会很快的被拍卖抵债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提案 允许印度采购俄罗斯的飞弹抗中最要紧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美国三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 在10月29号的时候表示 已经提案使印度不治因为采购俄制的S400凯旋式的防空飞弹系统而遭到制裁 理由是与盟邦联手对抗中国事关重大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显示 这项法案是由克鲁兹杨恩还有马歇尔三名议员提出 让四边安全对话的另外三名成员 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享有十年的豁免期 免遭以制裁反制美国政敌法案的制裁 美国为了报复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 于2017年制定了该制裁法案 除了制裁俄罗斯军工产业之外 也制裁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的国家 这项法案使得国会呼吁让印度免遭制裁的声量更高 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柯宁以及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华纳 在10月26号的时候共同致函总统拜登 主张基于国家安全和扩大合作的考量 放弃对印度的制裁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情报机构表示 冠状病毒非生化武器 但是议员永远将成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五 也就是10月29号的时候发表了最新的报告指出 新冠病毒究竟是由动物传人或者是实验室外泄 两种假设的证据都很薄弱 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冠状病毒不是生化武器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 新冠病毒最初究竟是如何造成人类感染的呢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解密报告当中指出 自然起源和实验室外泄都是可信的假说 但是分析人员对于哪种可能性更高 或是否可进行明确评估的看法有分歧 这份报告还否定了新冠病毒源自生化武器的说法 表示该理论的支持者并没有直接的进入到武汉病毒研究所 有散布虚假信息之前 该报告指出 四个美国情报机构和一个多方机构 不太相信新冠病毒起源于受感染的动物或者是相关的病毒 但是一个机构表示有点相信 人类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实验室的事故而导致的 可能涉及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或者是动物处理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如果没有新的信息能够证明病毒是从特定的途径 由动物传人或者是武汉实验室曾经处理过该病毒或者是相关的病毒 他们就无法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更加明确的解释 这份报告写到美国机构和全球科学界缺乏早期病例的临床样本 以及对流行病学数据的完全了解 并且表示如果有更多的数据浮出水面 他们可能重新的审视这一不确定的结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新发布的报告是对8月份发布的90天调查报告的更新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份的时候曾经下令情报单位 在90天之内进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调查并且提交报告 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病毒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的理论 美国前总统川普及其支持者试图将新冠全球大流行归结于实验室的泄露 报告内容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先前曾经制作了新冠病毒的嵌合体以及组合体 但是这一信息无法推断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因工程 多数的分析人员不认为病毒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 但是报告指出根据学术期刊的文章 一些基因工程技术可能使转基因的病毒与天然病毒无法区别 该报告还写道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份的时候寻求接受治疗 但是不能诊断出大流行病的起源 中国因为没有全面的配合新冠溯源调查而饱受国际批评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在星期五 也就是10月29号的时候 以电邮的形式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做出了回应表示 美国依靠情报机构而非科学家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 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 他在声明当中表示 这只会破坏以科学为基础的溯源研究 并且阻碍寻找病毒来源的全球努力 好 再来看一下朱立伦公布了新的政纲 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报的指出 国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 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誓就职 并且任命了前陆委会的主委夏立言 中央委员连胜文 嘉义市的市长黄敏慧为副主席 朱立伦致此时以护台湾保民主为主题 重申捍卫自由价值 扩大国界参与 优化工商结构等六大主轴 朱立伦指出展望国民党的改变 包括国际连结两关系重新沟通 从他当选的第一天 两沟通的管道就重新建立 他表示在国际的连结方面 国民党驻美代表处积极的筹备当中 朱立伦并公布了国民党的新政纲 在两关系上主张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延续过去的党章党纲的基础 以及人民期待 在坚持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和民主自由体制 维护台湾人民安全与区域和平繁荣的前提之下 积极推动两岸改善关系 恢复官方沟通管道 将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点 朱立伦提倡两岸应该搁置争议 以求同存异的精神 促进两岸经贸自由化 以及民间社会力往来 以其建立平等互惠的制度性贸易机制 与具备任性善意的社会连结 才有机会让两岸重新荣兵 重返和平的康庄大岛 民进党发表声明表示 国民党换了新主席 却没有新的思维 两岸政策依然守旧无新意 继续无视中共对台湾的野心 与中共当局共同唱歌九二共识的作为 不仅与台湾的主流民意背道而视 而伤害国家主权的两岸论述 更是与国民党自称的 捍卫中华民国的立场 自相矛盾